你当真不愿遵从我向雄的传统 嫁于我兄弟五人 大公子 嫁于你们五个人 我本是乐意至极的 只是 我大唐民风淳朴 我又身为郡主 怕是认了自己的性子 皇帝会怪罪于我的母族 所以 才不得不婉拒各位的好意 那既然如此 郡主就回海棠吧 有道理 胡闹 我们向雄国的婚俗 没有拜堂行礼的仪式 从郡主进坤府那刻开始 婚约便正式生效了 不过东方之礼 都是一样的 嗯 你们四个男的 我一个女的 能一样吗 五个 文盲 你也算哪 总之回去 是断然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来和亲的 不若早点接受 比较痛快 嗯 这么奇怪的传统 是要叫人如何接受啊 郡主可知 我们向雄 为何会有兄弟共妻的传统 诡异得很 老五 向雄国地属高原 土地贫瘠 且与海棠不同 向雄没有敌数之分 兄弟姐妹 皆可平均继承家产 所以为了凝聚家族势力 避免财产外流 渐渐形成了兄弟共妻 姐妹同夫的婚姻传统 怎么会 你现在够清楚了吗 清楚 倒是清楚了 只是 这项雄 与我大唐的文化 实在相差甚远 我就怕 我要是真嫁给你们五个人 皇上知道后 会兴师问罪的 反正呢 我已经写了封书信 将缘由交代清楚 就在差使送信到大唐 等皇帝遇过信件之后 自会有定夺 他同意了又如何 不同意又如何 皇上若是同意了 我便入乡随俗 嫁与你们五个人 若是不同意 那我们就待 信使回来之后 我再从你们之中 挑选一位作为夫君 如何 我不同意 我觉得还行啊 那就按郡主说的办吧 我和他 弹药 约法三章 对外 你不可透露一年之约 你毕竟是来和亲的 不能让项雄的百姓 知道了此事 不然 他们定会觉得你海棠 气势凌人 瞧不起我项雄文化 故而为了两国和睦 请你守口如瓶 装作已经和我们五人和亲的样子 并扮演好 昆府夫人的角色 可以做到吧 嗯 队内 你必须学会持家有道 管理好我们的家族 最重要的 是要对我们兄弟五人 你更得 一 完 水 端 瓶 一碗水端瓶 一碗水端瓶 一碗水端瓶